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尺寸,个头,包括重量,非常小的古钱币 我手中的这种小拳植一,大家见过没有? 小拳植一,它也是新莽时期铸造的非常有代表性的钱币 我是非常喜欢新莽时期铸造的钱币的 因为新莽时期铸造的钱币非常有代表性 而且是我国钱币铸造史上第一个高峰 小拳植一和它对比的是这种大拳五十 因为在当时流通的钱币里面 小拳植一相当于一块钱 大拳五十相当于五十块钱 在当时流通过程中拿一个大拳五十 它可以当五十个小拳植一使用 所以说这种小拳植一,它的个头铸造的就很小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尺寸 只有十五毫米,非常的小 大拳五十早期的尺寸一般在二十七八 像这个它是二十八 两箱比较的话仅仅只有一半 然后重量就很轻呢 像这个的重量只有零点八克 大家不要小看这种小拳植一 虽然说个头很小 但是它在收藏市场上面的价格和大拳五十差不多 如果是一般品的话价格在三五十 如果是各顶各的美品 智口很好的美品 现在在收藏市场上面价格也会到五十到一百 和这种大拳五十 它的价格基本上差不多 虽然说这种尺寸,个头,包括重量都非常的小 但实际上按照王莽臂质的改革 这种小钱之一 它的价值相当于一枚汉代的五珠钱 应该是当时王莽铸造的所有钱币里面 臂质最小的最基本的一种质钱 可能因为这么小的个头,这么小的重量和五珠钱的价值 相当导致了当时社会上面使用了一种混乱 也直接导致了王莽货币改革的失败 喜欢收藏新莽钱币的可以多关注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每天为大家介绍各种钱币价格行情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